新聞前稱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最近各地還是不斷有民眾反應 買不到雞蛋 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今天表示 估計在五月中旬 雞蛋產能可以回穩 網路上出現民眾大牌長龍 買雞蛋的畫面 臺北市還有農會採用預購制 甚至要等待兩個月 臺中市則是有里長不忍心 獨居長輩沒有蛋吃 發起業者贈送雞蛋 而農委會指出 已經談好要專案進口八國雞蛋 將在超市上市平價雞蛋 一合六十五元 五月中旬產能就能陸續 回到正常水準 再來關心面對臺海情勢緊繃 國防部宣布 今年會首度召集女性後備軍人 大約有兩百二十人 將接受救治五到七天的教招 訓練課程比照男性 兩岸情勢緊張 國軍持續建軍備戰 女性官兵同樣扮演保家 衛國的重要角色 女性在軍職員名額佔比達百分之十四 人數超過兩萬五千人 但國軍過去從未將女性納入 較招引起熱議 國防部正式宣布 今年首度召集女性後備軍人 第一梯將在五月露營 那麼第一梯會落在第二季 也就是五月六號到十二號來實施 計畫召集的人數是六十八人 那麼第二梯則落在第三季 計畫召集的人數是一百五十二個人 那麼不論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的照照源 都會依照他的專長職務 來共同接受行軍射擊跟戰鬥教練等等課程 國防部指出這次事辦女性教招 採資源報名 受招總人數兩百二十人 外界關切訓練課程 則比照男性招援 展開救治五至七天的教招 其餘新制教招相同 採戰術未知私訊 有助暫時迅速動員編程 國軍強調受招人員會依照專長職務 接受戰績赴訓 而過去擔任資通電軍退伍四年的Kony 將是首批參加女性教招的其中一人 直言這次北中南東加起來只有五個私訊單位 對於能否分配到原本專長 她打上大問號 Kony強調早就該讓女性參與教招 肯定國軍跨出改革步伐 走向性別平權 信用訓練強度能比照男性教招 超越立委表示有望補足後備戰力漏洞 廖宛如指出國軍在修建營設未遇設施後將能增加召集女性官兵的量能 記者黃志杰 張志佳台語報導 國內政治焦點是國民黨因為成立中央選戰策略匯報而引爆的內部對立現在越演越烈 立委傅昆奇今天甚至公開向新北市長侯友宜喊話要他趕快宣布參選總統一起承擔 而在目前的亂局當中 黨主席朱立倫的態度也備受質疑 對於在百忙當中的侯市長能夠來關心國民黨要怎麼樣蛻變 怎麼樣成長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謝 向新北市長侯友宜喊話請他接管選策會 並且站出來宣布參選總統 國民黨立委傅昆奇陸列國民黨中央選戰策略匯報引發討論 侯友宜罕見透過臉書 喊話反黑金 傅昆奇17號出招 要侯友宜一起承擔宣布參選總統 帶領計畫參選的立委候選人打贏選戰 面對喊話 侯友宜依舊試兩撥千金 不做正面回應 只回應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 也強調自己是警政出身 面對黑金一定要拒絕 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表示 真正負責立委提名策略的 是中央提名委員會 預計下週三 二十二號 中常會通過 一定會提名清白的候選人 國民黨十六號邀請前立委 蘇清泉等人 成為選策會成員 蘇清泉以諾 會為黨承擔 朱立倫則表示 感謝蘇清泉等人的義不容辭 因為中南部艱困選區 需要更多人來幫忙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下午有一則最新消息 就是中國外交部宣布 習近平接受俄羅斯總統普廷邀請 將在下週一訪問俄國三天 習近平此行會不會成為俄烏戰爭的轉捩點 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切 另外也有報導指出他之後會跟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首度通話 而各界就注意到了 在習近平連任前後 中國有不少新聞 都是跟外交事務有關 其中一件會直接影響到臺灣 就是我們的友邦洪都拉斯說 他準備跟北京建交 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來賓 一起討論未來的可能發展 歡迎龔國威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李大中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好 好 龔老師 這個洪都拉斯已經宣佈他準備跟中國建交 但是已經過了幾天 好像沒有看到後續什麼實質動作 很多人就認為這個情況好像有點詭異 你是怎麼樣看目前的情勢發展呢 對 這一次的邦交國宣佈要建交 這個事情是很奇怪的做法 不過這個 他們的外長已經表示 在十四號的時候 已經跟住戈斯特爾家的中國大使 曾經聯絡過了 然後接下來要商討後面的一些事情 不過從我們過去的幾個斷交的經驗來看 他們通常都是在要跟中國建交之前的兩三個小時 才知會我們 從來沒有說這樣子提早講 然後講得那麼清楚 因為一個國家如果真心要跟中國大陸建交的話 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 他知道這個美國的壓力一定會來 因為美國是臺灣在拉丁美洲邦交的一個很大的支點 可是洪朱拉斯這樣子一下表明出來 那他所代表意思 在我個人看起來 這件事情並不是沒有轉圜 他把很多的細節都講出來了 對 他有臺灣 好像希望美國來干預的樣子 他希望我們有一個是我們的這個六億的貸款 他希望能夠重新安排 另外他覺得我們把我們的援助 從五千萬變成一億還是不夠 他需要的更多 我覺得他去把這件事情講得很清楚 當然一個是我覺得是對臺灣施壓 我覺得這事情還沒有到絕望的時候 另外當然也是間接地對美國來表態 表示他的一個等於是希望美國能夠幫忙 但不如說完全解決他的問題 我相信中國一定還沒有同意他的條件 中國要同意他的條件 那就建交了嘛 何必要講那麼多呢 其實中間的確有一些奇怪的點 對 或許美國可以幫他從別的地方 能夠取得一些融資 或者臺灣再增加一些援助 也許讓他度得了目前的難關 所以李老師我們聽到這個洪朵拉斯外長 真的講得非常直白 他說轉向中國建交就是為了金援 他甚至還公開提到臺灣的這個貸款金額有多少 那這種毫不遮掩的做法在外交上面常見嗎 我覺得其實非常罕見 所以我蠻同意剛才公老師的講法 我覺得不可能是在像美國也在展現出 他的一個政治的姿態 因為過去不管是中南美洲 或是一些非洲國家 假設要斷交的話 都是迅雷不禁言而 等到新聞出來的時候 大概都是目以成舟 人可能就在北京 然後馬上進交公報就出來 談得差不多才公布 對 總會是透過推特 然後講說我要指示我的外長 要往這方面前進 這非常罕見 那我覺得可能還是 跟洪杜拉斯 內部的狀況有關 就他經濟上還是出了問題 那尤其是這個債務 包括外債還有國內債務 是達到兩百億美金這麼多 所以經濟上是成為他一個沉重的負擔 所以他最後 所以就使出這個方法 表面上說我要跟北京準備建交 那實際上其實我覺得還在未定之數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可以從北京的反應 因為目前中國大陸外交部的講法 也還蠻致視 就是說全世界有一百八十一個國家 根據一眾跟我們建立關係 那我歡迎這是 歡迎這個決定 但他沒有提到建交喔 他是說我們希望能夠跟這個 這個發展出一個友好的合作的關係 洪杜拉斯 我覺得他並沒有完全回應 所以很多東西都在現在進行事當中 那我就接著這個問題好了 這個洪杜拉斯擺明了要金援 現在如果中國直接跟他建交的話 可能人家就會說 你是用錢來買到這樣子一個外交關係 那有沒有可能中國在這種情況下 他也不願意積極建交呢 到時候洪杜拉斯又是什麼樣的處境 兩面都落空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他也有他的限度 因為像之前的外長是說 他跟中國大陸談的是有關於一個叫帕圖卡水壩的一個興建案 可是現在又冒出來跟臺灣的這個債務問題 還有他自己本身的這種內外債的問題 我覺得他的這個開口數目非常非常大 我覺得中國大陸也必須去思考 他能不能夠接受這樣子一個數目字 因為他還要面對那麼多的國家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這個數目字 也許對他以後他要再做同樣的事情 拉臺灣的邦交國 可能又提高了他的門檻 我覺得中國必須要去思考 我相信他也一定會去思考 有可能會冷處理 非常可能 所以這空窗企業可能會繼續拖下去 有可能 會繼續拖 我覺得我覺得他是在等 臺灣跟美國是不是能夠有進一步的回應 他知道臺灣一定會努力要最後一分鐘 盡量去拉住這個邦交國 臺灣會往上加 可是能不能加到一個他滿意 或者大家能夠磋商到一個 彼此都能夠接受的一個程度 我覺得這個是有可能的 而且這樣也不會得罪美國 那李老師你覺得美國會怎麼回應 我覺得美國應該也會私下 比如說在跟我們有一些末期 然後跟宏多拉斯 可能有一些新的進展 那譬如說不久之前 沒有真的沒有多久之前 美國國務院也公佈說 陶德 那個美國美洲事務的特使 要去巴拿馬跟宏多拉斯 當然他是要去開 中美洲開發銀房的一個年度的會議 但不可能這些都可能是討論的重點 尤其陶德跟拜登關係非常密切 我們也知道他曾經代表拜登來過臺灣 這個很關鍵 而且陶德 在他過去從政過程裡面 他在參院外委會 他是這個西半球事務 小組委會的主席 什麼是西半球事務 對美國國務院來說 就是在管理美洲事務的 所以就要看這樣的狀況 那很多可能就是在 目前是正在進行事當中 我覺得美國應該有一些私下也在進行這件事情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以前這些好像都是在檯面下談判的事情 現在好像都放在這個桌子上攤開來 連這個錢都一清二楚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有點擔心 就是在中南美洲的這些邦交國 有人說這個巴拉圭下個月就要大選了 那他的在野黨候選人 就跟這個宏多拉斯一樣 說他如果上臺之後 可能就要改變邦交國 這會不會是臺灣外交下一個未報單 對 他這個反對派的這個候選人 Effraeen他之前就已經說過 如果他一旦建交的話 他會一旦當選 他會跟中國大陸建交 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件事情 不過現在看起來 他們的在野黨 當選的可能性並不高 應該是原來這個執政的紅黨 應該是比較佔有優勢的 而且一旦我們說真的到了一個很不幸的 他真的當選了 我覺得美國對巴拉圭的控制力 要比對宏多拉斯要來得高 巴拉圭跟美國之間的有很多非常多層面 特別是區域安全的這一方面的合作 而且美國跟巴拉圭的關係 還有美國對巴拉圭的我們說干預 事實上是比現在對宏多拉斯要來得更強 宏多拉斯現在是對美國並不是很聽話 跟美國關係也不是很友好 就像是他也不去參加那個去年六月的那個峰會 洛灘基峰會他也沒去參加 然後十月的時候他還公開控訴 美國駐他們國家駐宏多拉斯大使干預內政 這個在以前都不會看到的 所以這個政府 其實上他的這個自主性很強 可是相對來說 我覺得巴拉圭在這一方面跟美國 那是相對來得要緊密一些 壓力其實沒有那麼迫切 對 我覺得 好 那現在其實因為這場風波 很多臺灣民眾又開始討論過去 其實經常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一些邦交國 他只想要經援的話 其實跟他們斷交並不可惜 那這個李老師 究竟邦交國對臺灣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我覺得還是重要就是說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國際社會 你承認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一個判斷的依據之一 但因為這幾年 其實臺灣的內部討論很多 包括一般民間的說 類似這樣子的話 許所無度 我們還要不要這樣子去做 而且有人說 斷交好像對臺灣社會有點麻木 麻痺了 但是還是重要的 因為他是一個我們主權獨立的一個象徵之一 而且這些 雖然他不是大國 但是他在國際場域裡面 國際組織裡面 還是可以幫臺灣發聲 而且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我覺得總體來說還是重要 所以這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沒有任何政府敢說 我暈淡風輕 我很瀟灑 幫照顧我走的 就沒有 都是努力到最後一分鐘 只要有機會 我們都繼續爭取到底 好 非常謝謝兩位老師 那麼亞洲有另外一件重要的外交新聞 就是南韓總統尹錫悅 被視為日韓兩國的破冰之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計畫 要在今年夏天訪問首爾 坐在主席的位置 南韓總統尹錫悅十七號 跟日韓企業領袖進行會談 尹錫悅表示十六號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談之後 已經確定雙方將在各領域合作 讓日韓恢復正常外交關係 對於南韓政府之前針對二戰時期 日本徵用南韓勞工的問題 定案由第三方代為賠償的形式 由政府管理的基金會賠償給原告團體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給予肯定 對於北韓在尹錫悅十六號 啟程訪日前再度發射ICBM級彈道飛彈 尹錫悅跟安田文雄十六號 在日韓峰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 都表示要更緊密合作 應對區域安全挑戰 而安田文雄預計在今年夏天 也將回訪南韓 與此同時北韓官媒朝中社17號 也公布了前一天發射火星時期的照片 顯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疑似是 跟女兒金珠愛一起觀看飛彈發射 報導中明白表示 試射飛彈是在向蓄意加劇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敵人 發出更強烈的警告 歐洲新聞焦點是法國推動退休改革 把退休年齡從目前的六十二歲延後到六十四歲 先前就引發勞工強烈反彈 而相關法案星期四在國會表決之前 又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轉折 因為執政黨評估支持法案過關的票數 好像不太保險 馬克宏總統他就臨時決定動用憲法條款 繞過國會表決直接通過 而這個大動作引爆民眾怒火 紛紛湧上街頭抗議 警方施放了摧魏瓦斯來驅離 工會則是宣布二十三號再度展開全國大罷工 反對黨目前是準備要提出 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 一旦通過的話 內閣必須總辭 退休改革法案也失效 不過這是馬克宏重要的競選政見 無論是否繼續推動下去 法國社會都將有一番動盪 法國國會議員十六號高唱法國國歌 還有國會議員在座位上高舉標語 反對退休改革法案 將退休年齡從六十二歲延長到六十四歲 在議長宣布休會兩分鐘化解僵局後 法國總理宣布動用憲法第四十九點三條 讓法案強固關山 代表辯論終止而且不需投票法案立即示威通過 民眾聽到消息紛紛上街抗議 還在重要路口擺放路障 民眾痛批這種方式通過毫無正當性可言 要求法國總統馬克宏撤回法案 這位活動從下午持續到深夜 氣氛也越來越火爆 有民眾更焚燒垃圾泄憤 警方也發射催淚彈驅離 法國總統會表示將有進一步抗議行動 將在下週四舉行全國大罷工 由於憲法第四十九點三條在法案強制通過後 賦予反對陣營在二十四小時內提出不信任動議 若動議通過 內閣必須總辭法案撤銷 不過執政黨在國民議會擁有相對多數 要通過就必須聯合極左和極右 再加上中間偏右的共和黨議員 難度並不低 公司新聞政委任編譯 希臘在二月底發生火車對賬事故 有五十七人不幸罹難 好幾個城市繼續爆發抗議行動 要求政府重視鐵路安全 十六號在首都雅典就有幾萬人示威 還引爆警民衝突 年輕人點燃氣油彈還朝警方投擲石頭 警隊則以催淚彈回擊 二月底希臘發生嚴重火車對撞事故 政府管理不當引發民眾持續示威 十六號在首都雅典就有超過二點五萬人上街抗議 多個工會發起二十四小時罷工 要癱瘓交通和行政系統 行動延燒數個城市 火車事故發生緣由 是兩輛對象列車受到錯誤指示 而進入同一條軌道對撞 造成五十七人死亡 其中包括許多準備回學校開學的年輕人 民眾對於鐵路系統未能提供充足的安全設施 感到不滿 也抨擊政府長久以來漠視問題 美國華盛頓州十六號 則有一輛貨運列車出軌 導致五千加倫柴油外洩 華盛頓州政府指出 由於柴油外洩在護堤上 目前沒有跡象顯示 會對水源和生態環境造成影響 不過美國近期已發生多起列車出軌事故 包括這輛柴油外洩的列車 還有另外一輛稍早在亞利桑那州出軌的列車 都是由聖塔菲鐵路公司營運 先前則有列車翻覆 導致有毒物質外洩 讓美國鐵路安全議題逐漸受到關注 公司新聞兩頁編譯 中國搜尋引擎百度 在星期四推出他們的聊天機器人文心一言 但是在發表會上 卻是播放預錄的影片 而不是現場操作 百度執行長也坦言 文心一言目前的表現並不完美 而因為負評如潮 導致百度當天的股價重挫 不讓ChatGPT專門於錢 百度星期四推出AI聊天機器人文心一言 號稱可以應用在文學創作 商業文案 數理邏輯演算等五大領域 譬如洛陽紙貴是什麼意思 把問題丟出來後 文心一言便能從不同角度 將答案寫得頭頭是道 不過記者會上播放的卻是預錄影片 而非現場操作與示範 讓各界相當傻眼 百度執行長李彥宏坦誠 2019年開始研發的文心一言 技術還不成熟 但為什麼要發布 因為有市場需求 他表示已經有六百五十家企業 包括文化旅遊汽車和報業等等 加入文心一言體系 不過文心一言初期 不會對所有用戶開放 只有少數禍邀的用戶及企業 可以使用 這點又讓外界更加失望 發表會一開完 在港股掛牌的百度 股價立刻重挫近百分之十 外界也質疑 百度面臨內憂外患 內憂中國當局的數據審查 外憂美國對高階晶片的出口管制 這些因素 都將是文心一言的發展受限 在此同時 微軟也推出一款辦公室AI 助手Copilot 當你使用 Word、Excel、PowerPoint 或Outlook等軟體時 都可以讓Copilot 來協助草擬文案 繪製圖表 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Copilot渴望為企業文書作業 帶來革命 不過白領族的飯碗 會不會被搶走 有些上班族 可能已經開始擔心了 公視新聞的文明變異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化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一晚間六點半再會 我留言 yk宴 template 我們下週 waist 並擊牙 防燭 委 gather ウィiane resolved 是的 Grand